最近,Formis9因为近一个月销声匿迹而让粉丝担心 因此也被传出解散传闻 团体及成员们SNS更新从2月中旬开始停滞 而且粉丝社区Vivers的情况也是如此 成员最后更新是在2月24日 此前,YTN的一位代表说 他们计划在3月中旬回归 且已经在韩国完成了MV的拍摄 成员们还都染了发,剧透着新发色和回归的消息 而如今已经3月末,预定的回归也未能实现 甚至这期间成员的生日也没有进行直播 让粉丝担心表示,这种现象真的非常诡异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粉丝们也越来越不安,越来越担心 表示,这应该是解散的征兆吧 经纪公司Pladies又不是没有前科 解散的概率真的很大 然而还有人表示,可能因为黑暗荣耀这部剧热度太高了吧 公司是不是想着暂时避避黑暗荣耀的风头 等到热度过去再出来活动 对此,大家怎么认为呢? 欢迎留言 爱的寒舍,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